眼下,位于福建张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永福樱花茶绿景区内,上万株樱花竞相绽放,茶绿樱红美不胜收,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。 近年来,张平台湾农民创业园立足地方特色,走出一条以花为梅,催生美丽经济的新路径,日前,记者到此实地走访。 张平永福因地理纬度、山地气候与台湾阿里山相近,被台商台农誉为大陆阿里山。 樱花茶园的主人谢东庆是张平市永福镇的第一位台农。 20世纪90年代,谢东庆把樱花从台湾引众到永福镇,历经20多年的努力,永福终于形成十里樱花漫山开的景致。 樱花盛开,这个人山人海,每一天都好几万人来上映。 带动地方的这个产业及这个老百姓的收入,都增加很多的收入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我们看好的乡村里有好风景,代劳的很好的前景。 谢东庆告诉记者,樱花茶园种植的樱花,花期大约在每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。 每天四面八方的赏银游客分支塔来。 我们那个坐着小火车,穿行在这个樱花树下。 红花配着绿叶感觉还挺壮观的。 心情很愉快,很高兴来到这里。 樱花茶园便旅游景区,不仅带动当地旅游发展, 也防补台农台企发展,推动当地在种植业的基础上发展加工业,农业旅游等。 2006年,台农曾国宝来到永福新叶,创办了生态农场,种植和加工高山茶。 他经营的台湾茶叶故事馆,以茶文化展示,休闲旅游,特色美食为核心,也成为了一处网红打卡点。 我们的茶叶也带动很多,很多游客进来吃台湾小吃,然后就会顺手带一些我们这里的高山茶。 所以我们的业绩成长大概二分之一。 在老一辈台农的带动下,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加入进来,对于在大陆的发展前景,他们也信心满满。 云花检期间,我们会在这里卖台湾的美食,烤香肠跟珍珠奶茶。 因为就是很受游客的欢迎,所以我们很有信心,就是未来我们想说,就是会把这些东西带到永福的镇上去。 让这边的居民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文化,台湾的美食。